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败坏楚大人的名声 我就以扰乱军心军阀处置 都给我听好了 按照楚大人的部署 上城楼 与敌 大人回来了 大人回来了 兄弟们 殿下的大军赶来增援 不出两日 援兵必到 打起精神来 迎战 告诉燕雪 我楚桥若是死 不用为我报仇 楚桥不是死在别人手里 而是死在他燕雪的手中 除非我死 否则 我不会离开燕北营 玉公 大错尚未驻承 悬崖勒马 石油未报 告诉燕雪 我会在洪川的城头等着他 传儿 你怎么来这儿 你们先退下吧 诺 我现在逼着我自己吃下的每一口食物 都是为了复仇 我心心念念的 就是这件事情 此事未了 我怎能心肝 公主 楚桥他们已经 如果是想要劝我助手的话 那就大可不必 有这功夫 还不如想想办法 怎样把这座小城尽快给我拿来 传令下去 谁能手刃楚桥 本公主赏黄金万两 诺 给我杀 杀 杀 美林官已在我手 攻破长安指日可待 敬殿下 殿下 手下办事不立 楚大人不想听从殿下的指令 以死相逼 我们只能看着他走了 如今淡尽两绝 所生的时日也不多了 不可 殿下 让开 殿下 朝安城近在指示 杀入朝安大仇得报 千载难逢的机会 怎么能为一个女人撤军呢 你疯了吧 你让开 殿下